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各位收看《财科暗战》 我是章涛 我最近很晚睡 我常常在追求美国大选的新闻、辩论、演说等等 当然我不是美国人 我这么关心美国大选的原因 就是因为我很想看两位候选人有否一些政策 针对比特币或整个加密货币和区败链行业 始终美国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 亦是最多加密货币投资者的一个国家 任何美国总统的政策都会很影响整个币市 或整个行业的发展 今天这段影片想和大家分析一下 现在美国大选的趋势和两个候选人 他们对于加密货币的态度和政策 会如何影响市场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在上一次的美国总统选举上 特朗普其实是一个反虚拟货币的人 当时他说比特币是一个罪恶瘫床 都是犯罪分子用来洗黑钱 但今次他就180度转币 变成了一个Pro Crypto的候选人 世上是没有无缘无故的转币 很明显他今次的转币 我高度怀疑 就是想吸纳新的选票 或者年轻的选票等等 据粗略的估计 全美国一共有大约4千万的加密货币投资者 其中有73%的人都表示 他们会看看两位候选人 对虚拟货币的政策 而看看会投票给谁 大家如果看开美国大选的话 你会知道最影响选举结果的 其实是那几个相对小的摇摆州份 因为其他州份都有一个倾向 就是投开给哪个党 就继续投给哪个党 反而是那几个小的州份 影响力反而会比较大 今次想和大家分享一个 挺有趣的民调 我也会将这个民调的详细内容 放在我们的影片描述里 大家可以打开看看 我在这里抽几个比较有趣的数据 和大家分享一下 大家看看 其实这几个摇摆州份 都相对是比较保守的州份 所以在受访者里面 只有14%的人 是表示他有投资加密货币 当然都是这些比较年轻的人 比较意想不到的 原来只有三成的受访者 是对加密货币抱有正面的态度 而69%的受访者 是表示他们对加密货币 其实是不太了解的 但更重要的 我觉得是这一点 就是有80%的受访者 是不满现有的金融系统 他们都觉得现在的金融系统 是比较偏向一些精英 40%的受访者 希望候选人都可以多些说加密货币 这一点我觉得起码表示了 虽然他们未投资或者没有投资 但是都是有少许兴趣 可能听别人投资了赚到钱等等 所以都表示有少许兴趣 根据以往的经验 我们都知道 原本不了解加密货币的人 但当他资多了之后 其实都会由负面的态度 转向中立或者甚至正面一点 因此越来越多人会投资加密货币 特朗普当然想吸引新的支持者 年轻的选民等等 所以在今年的7月27日的比特币大会上 他也有到场发表了一个相当长的演说 大家有兴趣可以拿出来看 他在会上演讲 他就说他是不会卖出 美国政府现在手上的21万多粒比特币 这些比特币当然不是美国政府用公传买回来 而是在那些犯罪活毒那里没收回来 很多国家都有这些比特币 现在中国手上有资料显示的有19万粒 这些国家政府手上的比特币 当他大手扔出去市场上卖了的时候 都会很影响币市 好像几个月前 德国高调地卖出他手上的比特币 令到比特币跌了不少 特朗普说他不会卖出这些比特币 甚至乎会将比特币 作为一个国家的储备资产 除此之外他还说会有一些政策 会吸引一些区块链的公司 会注册在美国 这些言论当然是令到整个会场 整个比特币大会的人很高兴 很大的欢呼声 大家可以拿回这些片来看 其实有几个演讲都挺值得看的 我希望美国成为国家 这就是这些国家 你会很高兴 相反 何锦丽没有到场 令到会上很多人说 这是一个很大的错失 你没理由错过这个活动 何锦丽应该要到的等等 但如果看我刚才说的民调 可能何锦丽就会觉得 这些虚拟的议题 可能不是一个决性的关键 但我看回何锦丽的很多访问 有一点我肯定的是 他是不懂虚拟的 起码是非常不熟的 所以到目前为止 他都没有一个很明确的立场 将来如果他当选的话 应该会有一些什么的政策 是针对比特币或者加密货币 现在是未有的 当你很不熟一样东西的时候 要不就不说 要不就跟上一手 如果他跟上一手 即是延续拜登的政策 似乎就不太友好 譬如说 现在SEC的Chairman Gary Gensler 大家都知道 他是用一个比较保守的态度 去对待现在的币市 特朗普就说 如果他当选 第一天他就会抄了Gary Gensler 先听着 因为特朗普就知道 比较疯疯的 他说的话 如果他当选之后 他是不是对整个币市 会这么支持 我就不敢100%信他 但賀錦麗肯定是 会偏于保守的 除了我们要看看 两位候选人 对于 金日货币或者区块链 有什么政策之外 我觉得 还有一点我们要留意的 就是 有什么政策 是会导致到 美国会印银纸 或者是会导致到他通胀呢? 賀錦麗这个人 他是比较偏左的 他的政策 是支持细社群 支持基层家庭 低收入家庭 中产家庭等等 所以他会有减税的政策 钱从何来 就是会对有钱人 或者是非常有钱的人 加税 其中有一点很值得留意的 就是他在考虑 会征收一个 叫做Unrealized Investment Gain 的一个新的税行 意思就是针对一些 一亿资产以上的人 每一年就算你没有卖出资产 你都要申报 你扣入这个资产的成本 现在是市值赚了多少等等 然后在那个部分 就算你没有卖出 都要交税 这个是很恐怖的 意思是怎样解呢? 就是说 假设你是一千元买了比特币 然后现在比特币去到十万元 所以你是在赚多少钱? 你赚了九万九千元 你没有卖过 还在确保的时候 已经要按这九万九千元去交税 大家一听一听 你就知道有多恐怖 当然你会说 这个政策可能是针对一些超级有钱 还有很多是散户 现在平均拥有比特币的中位数 就是0.26粒 而很多人都拥有的是0.1粒以下 会不会影响不到这些人 但我们要这样看 美国有很多早期的比特币投资者 这班人 他们现在拥有的比特币 可能是crypto rich 反而钱没有那么多 但他有很多的比特币 在这个政策之下 第一他要申报 如果你不申报 将来合华无穷 如果你申报 你中间的利益 很可能 因为你早期 你会赚了很多钱 你因为这样去交税 那就会很严重 那就会 吓死这班过月期人 这班crypto rich的人 可能会不会因为这样 而离开美国 接着你又可能会说 这也是影响美国 于我何干呢 我觉得大家要很注意 现在全世界所有的政府 他们对于比特币 或者是所有加密货币的政策 他们都会先参考美国怎样做 在香港我们有一个很大的优势 就是没有资产增值税 即是说我们是 无论你投资股票也好 加密货币也好 你赚了那一部分 你是不需要交税的 但是 和股票不同的地方是什么呢? 当我们去买一间公司的股票的时候 其实你想想 从政府的立场 它已经收了该收的税 因为这间公司 它会派Dividend 它有一个营业的时候 其实它已经交了它的利得税 它才可以派Dividend 而且当你交易股票的时候 你也打了离印税 但是我们买加密货币 就很不同 因为首先加密货币 它本身不是一间公司 所以这里是没有利得税可以收到的 所以当我们在香港 就算是通过这些持牌的交易所 去投资加密货币的时候 政府可以收到的税 其实是非常有限的 这一点我希望我想多了 但是如果香港政府突然想想 不是的 那么多人投资密货币 你们是赚到钱的 现在我们又越来越窮 是不是大家要共赴一下呢? 如果共赴的情况之下 会不会又可以参考 美国的Unrealized Investment Gain? 如果是的话 这个影响又会很大 当然我希望我是错的 我希望我想多了 至于特朗普的政策方面 比较吸引我眼球的 就是他说会大幅加关税 因为对于他来说 他觉得很多其他国家 譬如中国 就赚了他很多钱 所以他要收回他应该收的钱 那么这个政策 当然问题就是 会带来一个很大的通胀 那么到时候 就可能不单止没有得减息 还分分钟有可能会再加息 那么加息 对于美国来说 就不是完全没有好处 因为他可以吸引资金 留下来美元体系里面 因为无论哪个做总统都好 我觉得他们心底里 起码有一点很重要 大家都要留意的 就是如何让美元霸权长存 如果因为减息的原因 是导致资金离开美元体系 其实对于美国是没有好处的 所以这里 其实加息减息 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很大的矛盾 所以我们看两位候选人 说出来的政策 起码会影响比特币的短期价钱表现 至于中期来说 就是我刚才说的两点 就是他们各自对于一些经济的政策方面 至于长期来说 我就觉得无论哪个当选 都是解决不了 现在美国债台高速的问题 大家可以看看这个网站 其实挺好看的 这个网站叫做 US Debt Clock 你就会看到 现在这些数字在跳 美国欠人多少钱 整个国债多少 他的税收是多少 你就会看到 其实是很不符合比例的 我也不知道他怎样可以找这条数字 找不到数字又怎样呢? 最简单的方法当然是印银子 趁你的国力还是很厉害的时候 趁大家都还要卖帐给你的时候 当然是印银子 当然印银子 就会有很多不同的包装 上一次的包装就叫做量化宽松 想一会才知道他说什么 现在都会有其他不同的包装 去重新演绎印银子这个动作 但是大家看深入一层 其实都是印银子 所以这件事是等于吸毒 当越来越多人都意识到 这个世界现实的话 就将会摒弃美金 改投比特币 所以对于我来说 我觉得无论谁当选 比特币作为世界储备资产的大方向 我觉得是不可逆转的 核心原因其实就是因为人性的问题 当权力在你身上的时候 无论你是因为意识形态 还是因为具体利益的原因 其实你都很容易会开印银子机 这个就好像吸毒 因为其他的政策 落实时间长风险高 对于所有的 无论是政党也好 当权者也好 其实都是未可知的因素都比较大 但印银子就起码 现在立即指引指痛 这个问题在民主国家里面 其实更加之严重 因为政客如何吸引选票 当然是提出一些政纲 可以讨好你的选民 你说得太长远的东西 他们没有什么兴趣 即是大家共度时间 我们疯狂加息一轮 让大家过渡之后就会好境 这些是不适合的 适合的东西 当然是一些可以解决 就业问题、物价问题 刺激经济、派钱等等 一些短期 但大家适合的东西 才能吸引选票 这就变成一个惑性循环 所以到最后 我觉得走不开 就是大家都要印银子 当我们理解了 这个不可逆转的债趋势之后 我们一定要明白到 我们如何自保 自保就是我们要买资产 什么叫资产? 会生钱的就是资产 会令到你的资产不会贬值 不会被印银子这个动作影响到的 这个就是一个资产 当然不要骗自己 买车不是资产 那买楼是否资产 看看是什么楼 看看是多少钱买 今时今日我自己就不会 不一定是比特币 有些人喜欢买金、买银、买股票 都没问题 但只是我觉得比特币方便些 而且真的有什么事 走起来容易一些 还有目前来说 我觉得还有一个很大的空间 在这里 当然第一件事就是装备好自己 学多一些 不要乱听人说 希望大家喜欢我今天的分享 留意多些时局保护自己 记得赞、分享、订阅 我们下一集再见 拜拜